岁月轮回,时光荏苒,转眼间,2025年就快到了,据说有四个属相将难逃一赴,仿佛命运的笔触轻轻一挥,便为他们勾勒出了一幅幅财富满满的画卷。 古人云,时来运转皆因命,富贵荣华各有时。 那么,这四个幸运的属相究竟是谁呢? 快来看看里面有没有你吧? 愿你在2025年里,无论属相如何,都能笑口常开,才远广进。 一,属龙,龙藤虎月,财富自来。 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兽,一直象征着尊贵与权利,其形象深入人心,代表着无尽的力量与智慧。 在2025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属龙的人将如龙藤虎月般,展现出非凡的活力与创造力,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他们的辉煌而喝彩。 古籍怀男子有云,龙之为物,可鄙视之英雄。 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龙与英雄之间的内在联系,预示着属龙的人在这一年里,将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在事业上取得显著的突破,财富也随之如潮水般涌来。 诗句云,龙藤云海翻波浪,虎月山林镇四方。 2025财富制,属龙之人笑满堂。 这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属龙人在2025年的豪迈气势和蓬勃朝气,更预示着他们将在这一年里收获满满的财富,实现事业与生活的双重丰收。 在这样的好运势下,属龙的人更应珍惜时光,积极进取,以下三条建议或许能为他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属龙的人在2025年应更加注重自我提升和学习新知识。 虽然天生具备出色的才华和领导力,但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持续学习和自我完善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通过参加专业培训,阅读经典著作或与行业内的佼佼者交流,属龙的人可以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提升专业素养,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属龙的人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也应注意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抽出时间陪伴家人,享受生活的美好。 毕竟,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是事业发展的坚强后盾,而良好的身心状态也是持续创造价值的源泉。 最后,属龙的人在2025年应保持谦逊和低调的态度。 尽管运势亨通,但过分张扬,可能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和嫉妒。 通过保持谦逊和低调,属龙的人可以更好地与他人合作,共同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也能避免潜在的纷争和误解。 综上所述,2025年对于属龙的人来说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年份。 通过注重自我提升,平衡工作与生活,以及保持谦逊低调的态度,他们有望在这一年里实现事业和生活的双重辉煌。 二,属猴,机智过人,财源广进。 猴,以其机智和灵活著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被视为智慧与变通的象征。 在2025年这个充满机遇的年份里,属猴的人将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无论是在职场的激烈竞争中,还是在生活的琐碎事物中,都能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灵活的应变能力,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古籍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便是属猴人的典范,他凭借机智和勇气,克服重重困难,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修成正果。 诗句云,猴机智圣群英,2025财源如潮涌,广开财路多尽异,属猴之人乐无穷。 这首诗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属猴人在2025年的财富运势,运势着他们将凭借自己的智慧,在这一年里实现财富的显著增长,还展现了属猴人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在这样的好运势下,属猴的人更应把握机会,以下三条建议或许能为他们提供一些有益的指导。 首先,属猴的人在2025年应更加注重创新思维和独特视角的培养。 他们天生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的思维方式,这使得他们在面对问题时能够迅速找到解决方案。 然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因此,属猴的人应鼓励自己不断尝试新的思路和方法,勇于突破传统框架,以独特的视角看待问题,从而在职场和生活中创造更多的价值。 其次,属猴的人在追求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应注意风险控制和稳健发展。 虽然他们具备出色的投机和变通能力,但过分冒险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因此,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属猴的人应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风险评估,确保自己的投资行为既符合市场趋势,又能有效控制风险。 最后,属猴的人在2025年应保持积极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 他们天生具备幽默感和乐观精神,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保持冷静和从容。 然而,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 此时,属猴的人应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保持积极向上的情绪,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目标。 3. 属鼠,灵活应变,富贵双全 属,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被视为小巧、灵活的动物,但其机敏与智慧同样不容小觑。 在2025年,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年份里,属鼠的人将展现出非凡的应变能力和独到的财富眼光。 古籍《本草纲目》中提到,属有灵变,知性,这恰恰符合属鼠人在2025年的运势特点。 他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灵活的思维方式,应对各种挑战,把握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诗句云,属灵活应万变,2025富贵两双全。 慧眼时的商机在,属鼠之人笑开言。 这首诗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属鼠人在2025年的财富和地位双丰收的美好景象, 更预示着他们将凭借自己的敏锐和果断,在这一年里实现事业的辉煌和财富的积累。 在这样的好运势下,属鼠的人更应珍惜时光,以下三条建议或许能为他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属鼠的人在2025年应更加注重人脉的拓展和维护。 他们天生具备与人交往的能力,善于在各种场合中结交新朋友。 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的年份里,广泛的人脉关系将为属鼠的人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资源, 有助于他们发现新的商机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因此,属鼠的人应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主动与他人建立联系, 并努力维护这些宝贵的人脉资源。 其次,属鼠的人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也应注意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 虽然他们具备出色的应变能力和财富眼光, 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才能保持竞争优势。 因此,属鼠的人应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专业培训,阅读相关书籍或与行业内的专家交流, 以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技能领域。 最后,属鼠的人在2025年应保持谨慎和稳健的态度。 虽然运势亨通,但过分冒险或盲目跟风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在做出任何决策之前,属鼠的人都应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风险评估, 确保自己的选择既符合市场趋势,又能有效控制风险。 通过保持谨慎和稳健的态度,属鼠的人将能够更好地把握机遇, 实现事业和财富的持续增长。 4. 属鼠,厚积薄发,财星高照。 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被视为吉祥、富贵的象征, 其形象往往与丰饶,幸福紧密相连。 在2025年这个充满希望与机遇的年份里, 属鼠的人将如古籍尔雅中所描述的那样, 猪,富者也。 他们将在这一年里迎来财富的显著增长, 实现后积薄发的目标, 展现出非凡的财富运势和事业潜力。 诗句云, 属猪之人福满堂, 2025财星高照光。 后积薄发时机到, 富贵荣华任你想。 这首诗不仅生动地描绘了 属猪人在2025年的财富运势, 预示着他们将在这一年里实现财富的显著增长, 生活的富足与安逸, 还揭示了他们事业突破, 生活美满的美好前景。 在这样的好运势下, 属猪的人更应把握机遇, 以下三条建议或许能为他们提供一些有益的指导。 首先, 属猪的人在2025年应更加注重理财规划和投资策略。 虽然财运亨通, 但合理的理财规划和明智的投资策略是保持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 属猪的人可以考虑咨询专业的理财顾问, 制定适合自己的投资计划, 确保财富能够稳健增值。 同时, 他们也应学会分散投资风险, 避免盲目跟风或冲动投资, 以保持财富的稳定增长。 其次, 属猪的人在追求事业突破的同时, 也应注意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不妨抽出时间陪伴家人, 享受生活的美好。 毕竟, 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是事业发展的坚强后盾, 而良好的身心状态也是持续创造价值的源泉。 属猪的人可以尝试制定合理的工作计划,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用于休息和娱乐, 以保持充沛的精力和积极的心态。 最后, 属猪的人在2025年应保持谦逊和感恩的心态。 虽然运势亨通, 但过分张扬或骄傲自满, 可能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和嫉妒。 相反, 保持谦逊和感恩的心态将有助于属猪的人更好地与他人合作, 共同创造更大的价值。 同时, 他们也应学会珍惜眼前的机遇和成果, 感恩身边的人和事, 以更加积极、 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最后, 愿大家在2025年里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无论你的生肖是什么, 都愿你能够孝口常开, 财源广进, 生活美满幸福。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求, 去努力, 去奋斗, 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当然, 我们也要明白, 人生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追求财富和事业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但是, 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心态, 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战胜一切挑战,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个勇敢追求梦想的人。